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南顿尼斯克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那么今天首先在南顿尼斯克方向 马卡洛夫卡方向 这个方向三次一主,俄军三次攻占了马卡洛夫卡 重新夺回了马卡洛夫卡 但是乌军又三次重新攻占了该市 实际上现在马卡洛夫卡方向的整个战斗非常惨烈 乌军投入了总预备队 昨天整个的战斗情况 在马卡洛夫卡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化整为零 那么实际上用少数兵力分散投入 而且多点进攻 所以在整个马卡洛夫卡南部取得优势 乌军现在还是控制了马卡洛夫卡方向 这是现在整个双方的一个态势图 俄军现在在马卡洛夫卡村南部 约700米处建立阵地 已经退到南部南郊的700米处 目前双方沿整个村庄的东北沿伸线进行争夺 所以这个战斗还在继续 另外在马卡洛夫卡村附近的叫列瓦达诺耶 这个方向被乌军攻占 但是它的北部叫诺瓦达诺夫卡 这个方向的俄军还是没有撤退 这个方向还在双方进行争夺 乌军昨天在普里尤特诺耶 普里尤特诺耶这个方向 从这儿 乌军企图发动进攻 乌军进行了排雷行动 乌军的排雷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俄军在这个方向成功的进行了反击 所以双方现在还是在列瓦德诺耶这个方向 进行这个激战 这是截止莫斯科时间 2023年的6月13日 晚上的20点 最新的一个战况 乌军现在在整个的南顿尼斯科正面 乌军的现在主要的这个作战态势 包括作战的方法 乌军采用的是化整为零 也就是过去乌军的是大规模的兵团 大规模的袭击 现在乌军化整为零 使用小分队 改变这样多批次小分队突击 这是现在整个南顿尼斯科方向 乌军的一个战术特点 那么这个地区的战斗 已经持续了约一周 现在来看乌军并没有突破 俄军的整体方线 双方还是在大诺西尔卡 南部地区乌格达尔这一线 还在进行非常胶着的争扎 可以看现在俄军在整个 南顿尼斯科方向的防御 俄军的整个的作战部署 还是比较完备的 乌军想要突破也有一定难度 所以在这个方向 俄罗斯方面的判断 乌军很难在这个方向形成真正的突破 这是昨天现场战斗的一些画面 昨天战斗中乌军也出动了暴使坦克 可以看乌军是使用小分队 小分队化整为零 多点出击 俄罗斯方面目前没有公开 德国暴使坦克被摧毁的最新的消息 昨天的战斗中摧毁了大量的装甲车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的战斗中 俄罗斯方面创了一个记录 俄罗斯的反坦克部队 在1385米的距离 摧毁了一样美国的布拉德利 M2A2步兵战车 这个距离非常远了 你可以看俄军向布拉德利发射炮弹 目标被击中 被完全摧毁 美军的布拉德利战车 大家知道台湾有大量装备 俄罗斯现在打美军装备 有很多经验 未来可以解放军 可以借鉴 专门打台军 包括日军 韩国的部队 它的这些美式装备 在东北亚地区也有大量装备 为了弥补损失 美国方面继续援助乌克兰 美制装甲车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 3.25亿美元新的援助 包括NASAMS防空系统 配备配备导弹 另外还有海马斯 相关的火箭弹 105毫米 15毫米炮弹 还有15辆布拉德利战车 10辆的 STRYKER撞甲车 标枪反弹核导弹 还有RPGAT-4 还有2200万发小口径武器弹药 包括手榴弹 另外还有清除障碍物的设备 通讯装备以及其他备件 这是今天在大莫西尔卡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今天的俄罗斯东东普京也发表了讲话 他接受俄罗斯记者联合采访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 普京接受采访 在联合记者会上 首次公开了一些在俄乌战场上的一些细节 我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普京在记者会上 会见军事指挥官 以及军事记者 首先说多年来俄罗斯联邦一直帮助乌克兰 为其提供食品并支持乌克兰经济 俄罗斯政府与2014年顿巴斯事件并无关系 俄罗斯被明斯克协议欺骗和背叛 其他各方不打算执行这些协议 在乌克兰的列宁纪念碑已被法西斯分子 班杰拉所取代 乌克兰违反了俄罗斯军队从基辅撤军后 于2022年3月达成的所有协议 乌克兰军工联合体无法生产自己的武器 并且很可能很快就不会再存在 因为一切都交给了他们 乌克兰的非军化问题仍然很严重 俄罗斯没有改变其目的和目标 特种作战仍在继续 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乌克兰正在动用预备队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从6月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乌克兰的军队未能在反攻的任何地区取得成功 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俄罗斯军队在击退乌克兰武装备的反攻中 损失比乌克兰人少一个数量级 乌克兰武装备的损失结构令人失望 他们正在接近灾难性指标 在反攻期间 乌克兰军队损失结构中死伤者比例为50%比50% 装备高达30%来自国外 由于击退了乌克兰的反攻 俄罗斯联邦损失54辆坦克 其中一些是可以修复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卡霍卡水电站的坍塌负有责任 受到外界的挑衅和打击 俄罗斯对摧毁卡布卡水电站没有兴趣 水电站被毁后 很多古老的墓地被洪水冲出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可以解决 普京接着对记者表示 他说对士兵们没有得到 被摧毁一辆暴使坦克约10万卢布奖励 感到惊讶 他会承诺国防部会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曾经下达过相关的命令 击退乌军的暴使坦克的进攻 击毁一辆可以10万卢布 一架飞机是30万卢布 现在看来俄罗斯国防部 未来将向参战的士兵提供额外的补助 过去一周有数万人加入了合同服务 俄罗斯方面不会有新一波的动员 尽管有人建议应该号召多达200万人参战 有必要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区 以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冲击 俄罗斯方面普京说 与任何国家的结构一样 俄罗斯也有很多像木地板的人 战斗暴露了这些将军的无能 这是普京首次对俄罗斯指挥系统 有一些作战人员的指挥提出批评 普京说没有必要将应征者派往前线 但他们在边境地区展开保护国家边界的服务 俄罗斯向乌克兰转让武器 西方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违反了国际法 普京说专项行动的过程表明 俄军缺乏精确制导弹药 通讯设备和无人机 对于主要类型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三倍 对于需求量最大的武器产量增加了十倍 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特种部队发生过战斗 但莫斯科不能像基辅那样 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去摧毁目标 工作在信息空间也是一个战场 在敌对行动的条件下 不应实行限制 实行限制是对敌人的特权 这也是普京对新闻媒体 对俄罗斯这些意见领袖和俄罗斯的媒体提出的要求 如果限制自己的媒体是对敌人的一种特权 普京接受说俄罗斯计划退出粮食交易 粮食走廊被乌克兰编队用来使用海军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船只 这是普京的首次证实将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战士 都应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保障 即使他们在瓦格纳服务 雇佣兵服务 普京确认同意签署法令赦免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囚犯 但普京指出如果他们再次犯罪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俄罗斯将选择性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目标 而不是像这些白痴那样袭击居民去 如果乌克兰以牺牲俄罗斯联邦为代价 并在对俄罗斯具有历史异的领土上继续存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就无法建立真正的正常关系 最后普京说 我看到了西方的巴拉德利战车 巴尔坦克被摧毁燃烧的画面 非常漂亮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平游弹 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保留使用类似弹药的权利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弹药 我们的攻击潜力将取决于乌克兰反攻的结果 我们将根据情况调整我们的战略 乌克兰武装部队每天损耗5-6000枚150航母炮弹 而美国每月的生产是1.5万发此类炮弹 普京也证实了我之前的说法 现在俄罗斯对西方对美国也在进行去军化 实际上对西方的整体的军工生产是一次考验 也就是说让整个的北约 它的整个库存建底 特别是每天消耗 5000-6000发15毫米炮弹 美国每个月只要生产1万5 那么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他的表态也说明 现在西方的弹药库已经建底 目前的只有韩国以及以色列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弹药 所以普京非常隐晦的提到了韩国和以色列 也就是说未来俄罗斯会专门针对韩国 还有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弹药 乌克兰从美国的盟友获得弹药 俄罗斯也将有行动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今天接受 媒体联合采访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从普京的整个的讲话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普京的讲话实际上和我过去一直给大家介绍的 整个俄乌战争情况是一致的 现在整个的西方 他因为俄乌战争已经深陷乌克兰泥潭 那么西方向盟友求援 但实际上俄乌战争已经变成了西方的一场一种消耗战 这个战争不会轻易结束 而且现在来看欧洲方面 特别是美国以及东欧国家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乌克兰战争 他会持续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出变 俄罗斯白俄罗斯也做好了回应的准备 只有老欧洲像德国法国 他不需要欧洲这个战争长期化 所以我觉得普京其实也意识到了 目前欧洲已经被分裂 特别是美国为首 安格鲁萨克逊集团和东欧这些国家 未来会将战争持续化 所以俄罗斯现在也做好了应对准备 那么实际上欧洲就被碎片化了 欧洲再次被撕裂 这就我之前一直讲的 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不断在碎片化欧洲 今天在芬兰也正式签署了芬兰军队与北约 这些部队之间的合作协议 芬兰等于是正式的进入到北约军队内部指挥体系 从现在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方面已经做好了将战争扩大 长期化的准备 而欧洲方面美国方面 现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最后只能让美国还有欧洲亲自下场 也就是北约亲自下场 才能维持俄乌战场的平衡 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 俄罗斯方面也做好了北约下场的准备 那么到7月份还有可能 波兰、立陶宛会率先出兵 那么最后一点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乌克兰现在这个反攻 从整个的情况来看 他并没有突破俄军的任何一道防线 没有突破 只是占领了几个小的村庄 实际上已经打了一周 但是乌军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 也说明实际上 乌军即使获得西方援助 乌军的整体战斗能力并不强 所以俄罗斯现在包括普京方面 越来有信心 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方面越来有利 那下一步呢 乌克兰实力不济 为了不让欧洲方面 特别是波兰、立陶宛 这些新加入 北约这些国家失望 那美国很有可能会亲自下场 很有可能美国会 怂恿向波兰 像爱沙尼亚这些北约国家 单独出兵 所以未来整个欧洲方向 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这个战争会扩大 那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会利用像波兰像立陶宛这些国家 让整个俄乌战争长期化 但这种战争长期化呢 实际上我觉得俄罗斯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实际上会大大削弱北约的实力 美国现在呢 因为这个战争实际上持续的时间已经一年多了 美国通过这个俄乌战争绑定了芬兰、瑞典 下一步瑞典加入北约以后 就把瑞典和芬兰绑定 那么实际上也就牢牢控制住了欧洲 欧洲其他一些小国也纷纷的向美国 向北约靠拢 那这实际上呢 对美国有利 但是这个战争再持续下去 我觉得美国的 它的整个的战争 负担就会加重 也就是说美国会因为俄乌战争 掏空自己的军火库 这个反而对中国武统台湾有利 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就没有军事实力 在台海方向 在东北亚地区保证 它的低岛链 台湾方向 整个的一个安全 所以俄乌战争对美国是一种消耗 对中国武统台湾 我觉得是一次机会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会持续关注乌克兰最新的一个局势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